昨天新闻中我们有告诉你 说政府的土地增值税还有气税 都是双双衰退的 税收变少表示房市的买气降温了 那今天我们再给大家看看这个数据 这个是个人房地合一税的税收 连续四个月衰退 你可以看到九月份的这个税收金额是30亿 跟六月相比就少了4亿元 这反映出最近这几个月的交易量能是缩减的 那当然股灾啦疫情都是有所影响 好虽然说最近的房屋买气转弱 可是之前如果有卖房的屋主应该都有赚一些哦 以今年来看六都再加上新竹 有赚钱的比率都是高达96% 那平均每一笔的获利是250万元 其中价差最大的两个地方 就是新竹的关普以及竹北的台科大 这两大重化区 平均每一件交易转手之后可以获利超过千万元 都能再去买一栋房了 非常的惊人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边早期取得的成本相对便宜 好现在要买呢当然就没有这种行情了 而且呢你可以看到第三季预售的新城屋房价又攀高 现在呢台北市的万华文山区 本来呢都还有六字头哦 可是现在新案大概都要70万起跳 好那涨幅最高的在哪里呢 还是在新竹哦 你晚一年买房的话 单平的价差可以差到11万之多 那当然咯有地方涨就有地方的房价是松动的 桃园青浦过去几年话题不断 房价也一直涨涨了一倍 可是呢现在有新的社区在实价登陆上 成交金额落差非常大 我们现在你看第一个案例哦 二月份的时候实价登陆有四十几万 可是到了六月份呢居然掉到二十几万了 另外这也不是个案哦 有其他社区三个月内的成交单价 从47万掉到38万 价钱修正的幅度让人很惊讶 新大楼拔地而起 桃园青浦特区近年话题火热 房价一路从二字头飙到四字头 但近期却发现单价有些回头 涨完了啦 就是那个我朋友也有在那边 不是买是已经也买不起了 之前高铁的关系或是什么 已经涨过一遍了 像是青浦A18桃园高铁商圈 有屋龄三年的建案 今年二月成交单价四十一万元 创新高后 却开始连续四个月成交挂零 直到六月单价只剩下二十五万 附近也有建案短短两个月 成交单价从四十七万下跌到三十八万 跌幅近两成 让人惊呼 买方开始担忧 自己是不是会买在高点 普遍都偏向观望 所以像过去这个投资性买盘 比较多的区域 像青浦呢 在今年第一季 整体的交易量呢 紧缩的就相对比较明显 房市买气冷却 看看台南市不动产 估价是工会最新统计 发现台南高雄 不分蛋黄蛋白区 有十一区出现年月双跌现象 但专家认为是因为 实价登陆资料还没完全 八月到现在揭露的比数 寥寥可数啊 甚至有些中南部的县市 也开始出现盖牌的情况 所有的高价成交案呢 很多都被这个实价登陆盖牌了 因此呢 如果提前发布 抢先发布统计数据的话 你就会发现 这是统计上的一个误差 专家强调部分蛋白区成交价跌 属于个案情况 整体房价还不至于大幅修正 不过近期股灾 房市也会被拖累 成交量能的冲击 慢慢浮现 三一星的苏星宽 李孟山台北报